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后来实力大损 凭借游牧民族的机动性 依旧让汉人王朝头疼不已 于是在汉朝时期 针对这个狗皮膏药般的民族 开始采用和亲政策 第一个分匈奴人和亲的是汉原帝 将亲女儿嫁过去 当然不可能 于是便从后宫众多宫女中选择 当时候公公女很多 受够皇宫无聊生活的也很多 都想法设法想要出宫 可当听说要嫁给匈奴人 一个个都不肯生了 只有王朝军站了出来 为什么汉朝女子都不愿嫁给匈奴人呢 原因有三 其中一点实在无法接受 原因之一 除了华夏族之外 其他民族皆是蒙蚁 在古代 种族观念是深入人心的 除了华夏族 其他民族皆是蛮夷 像南蛮 北迪 西戎和东义 都是华 夏族对周边民族的灭称 而匈奴 作为北方依犹牧民族 当然也不例外 虽然汉人女子地位相对较低 但让她们俯舍蛮夷 那心里还是抵触的 原因之二 匈奴太远了 在古代 交通不便 再加上和亲后的种种原因 可能嫁到匈奴后 一辈子都再见不到自己的父母兄弟 到了匈奴地盘上 没有亲人 没有势力 只能任人宰割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这种地方 谁愿意去 原因之三 匈奴的婚姻习俗 汉人女子实在接受不了 在古代 无论哪个民族 哪个国家 人口的多款 都是判定一个民族强弱的重要标志 于是壮大人口 成了历朝历代统治者最迫切的愿望 汉高祖刘邦 为了恢复人口 直接规定 谁家女儿十五岁还没嫁人 农业费直接增长五倍 南北朝时期更猛 女子到年龄不嫁人 全家都要跟着坐牢 可匈奴人采取的方法太奇葩 哥哥死了 肥水不流卖人田 官父嫂子要嫁给弟弟 弟弟死了 官父老娘要嫁给自己儿子 非亲生 设在极重伦理道德的汉人眼中 如何能接受 而王昭军嫁到匈奴后 也确实如此 先是嫁给忽寒邪蝉鱼 随后又嫁给忽寒邪蝉鱼长子 付诸雕桃末高飞昭军所生 而且还给父子二人都生下孩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杀士最高责任编辑